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陳家事盤來看天氣 今天多雲沒有什麼陽光 普遍地區的高溫接近20度 不過入夜之後又凍了不少 因為影響廣東內陸的補充冷空氣 今天繼續向南擴展至沿岸地區 看到風勢圖上今晚又吹起北風 之後幾天又會凍回來 大家都要注意天氣變化 小心身體 又看看11點的氣溫 有14度而已 相對濕度71% 寒冷天氣警告驗證生效 嘉備天氣先生 預測大致多雲 初時能見度較低 天氣會轉冷 明天早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2度 新界再低1、2度 最高氣溫大約16度 日間天氣乾燥 短暫時間有陽光 而展望之後幾天部分時間有陽光 星期五早上仍然寒冷 低溫維持在大約12度 預測明天上午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介乎低至高 今天是立春節氣 是傳統上一年的開始 更加是華南地區氣候上春天的開始 即是所謂立春一日水暖三分 意味著氣溫、日照和降雨量都會逐漸上升 不過未來幾天 其實廣東省受到中等強度的冷空氣影響 大致多雲也有零星小雨 中北部會有3至5度降溫 而南部縣市會降溫2至4度 越北地區更加會出現5度以下的低溫 似乎天氣還是炸暖環寒 再看看其他城市的天氣預測 廣州多雲、澳門明朗 廈門和台北多雲 上海天晴 北京天晴 瀋陽天晴、首爾多雲 日本的東京和大阪落雪 曼谷有霧 吉隆坡有雷布 新加坡有趙雨 雅吉達有雨 胡志明市天晴、馬尼拉趙雨 曼邁天晴、新德里有霧、卡拉奇天晴 澳洲的墨爾本天晴 悉尼和布里斯班有趙雨 威寧頓趙雨、奧克蘭落雨 紐約多雲、多倫多和芝加哥落雪 溫哥華多雲、三藩市和洛杉磯有霧 談歐洲、阿姆斯日丹天晴、蘇黎世霞落雪 今晚講到這裡 晚安 着用 白粉 约 白粉 禁止